大陆电影《老炮儿》男主角 也是大陆著名的导演冯小刚 去年荣获台湾第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却未出席领奖徒留遗憾 今年他亲自现身两岸电影展 并补上迟来的得奖感言 冯小刚说 然后我觉得这个金马奖也是对我也是非常的鼓励他 可能因为是不是评委里的导演比较多 是不是这样 因为很多演员都去当导演的 所以我们导演也只能来演戏 互相跨界对不对 互相参议一下 试一试试 谢谢金马奖 冯小刚在《老炮儿》中 饰演具有老派侠义风骨的硬汉六爷的角色 是在胡同巷弄中的秩序维护者 自有一套管事的脾气 连当地的警力都得敬畏三分 另一部参展的影片《喜马拉雅天梯》 是以四年的时间 全程记录攀登珠峰的过程 讲述登山学校的藏族少年 如何事前铺路 搭建营地 搬运物资 以确保商业的登山客 能够安全登顶的过程 导演肖涵说 他们就生在这座山的脚下 他们几乎没离开过村子 后来他们到了拉萨 读了一座全世界差不多是唯一的以培养登山向导为目的的学校 叫西藏登山学校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客户送到了山顶 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少年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简单的说这部片子是关于命运和选择的 有着很台湾片名的大陆片姬龙 则是在讲一位大陆渔工和一位冰郎妹相处一天一夜的故事 不过影片中却过度美化渔工上岸的奇遇 也把抓黑工的警察演得像是中国公安一般对名赤贺 此外喜马拉雅天梯的最后 藏人的小孩说着汉语 选择去读汉人的学校 也很难不令人联想 现今中国政府在对西藏进行的种族灭绝的做法 或许电影也沦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